嗨,我是小韩,欢迎来到能量顺位流 这次的课程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课程 所以我特别开心能把它分享给你 每次练习完之后,我的感受就是练得特别的舒服 而且浑身通透 关于这次的课程,我很喜欢的一点 就是编排的灵活性 在遵从顺位原则的基础上 再加上好听的音乐 每一次的练习都变成了一种享受 而且能量爆棚 这次的系列课程由6个60分钟的练习组成 每个课程都是不同的编排 每个课程都有自己的高峰体式 在柔韧还有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前提下 又建立了我们身体的稳定性 这次的课程你用作自我的日常练习 它非常的好 它可以提升你整体的运动表现 如果你是瑜伽老师的话 把它带给你的学员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以帮助你省去编排的烦恼 而且我相信你的学员也会爱上这样的练习 为你自己的课堂增加新的活力还有力量 练习就是不断的重复 在这个重复的过程当中又会激发到我们的灵感 还有收获 而且慢慢的你会发现 这些体式会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 在以后的练习中 你不用刻意的去想这些体式 不用刻意的去记这些体式 你的身体会自然而然的知道怎样去做 所以在整个流动过程当中 你的所有关注力更容易停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次课程当中最大的魅力之一 如果你的精神层面还有身体层面 都想得到高效的练习的话 那么我相信能量顺位流这个课程的存在就是为了你 嗨 我是小韩 欢迎来到今天刘宇佳的练习 在今天的练习过程当中 你把专注力来到能量的延展上 就是在启动肌肉能量之后 再找到你的骨头要延展出去的感觉 准备好之后我们来到电子上开始今天的练习 回来之后我们躺在电子上 让你的双脚分开与电子同宽 膝盖放在一起然后身体向后躺躺在电子上 躺下来之后双手来到身体的两侧 掌心朝上 一个吸气注意力回收 吐气的时候闭上眼睛 然后在这里观察自己的呼吸 观察你的身体 每次吸气吸到后背 让后背的肋骨去推地板 每次吐气从两侧腰开始到肚脐 带着你的肚脐好像要贴到电子上 随着你的下一个吸气睁开眼睛 呼气的时候骨盆不动 上半身向右侧走向右侧走 所以你的脊柱现在做了一个侧弯 左手放在左边的肋骨上 吸气感觉肋骨推着左手往旁边去打开 吐气再把它收回来 再来一次 吸气感觉身体由内往外去延展扩张 呼气再收回来 保持肩膀的安静吸气往左侧打开 吐气收回来 下一个吸气回到中立位 呼气往对侧 这次把你的右手放在右侧的肋骨上 吸气让气息带动你的肋骨往旁边打开 吐气又收回来 随着自己的呼吸再去做两次 两次之后睁开眼睛 让上半身回到垫子的中间 然后右腿在上 左腿在下 把双腿缠绕在一起 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鸟望手 吸气手脚往前后去延展打开 吐气核心收紧 手肘碰膝盖 再来吸气脚点地 吐气 肚子收紧吸气延展 吐气收回来 下腰段放在垫子上 吐气拉起来 再来两次 最后一次停住 肚子再一次去收紧 吸气吸到后背 呼气放回到垫子上 然后换 左腿在上 右手在上 跟刚才一样 找到夹向中间的力量 吸气脚点地 吐气肚子收 吸气点地 吐气脖子去放松 吸气点地 吐气 再来三次 还有两次 最后一次 停住停住 肋骨再贴向后背 一个吸气吸到后背 呼气 放回到垫子上 松开手脚 然后我们卷起来 双腿向后 踮脚来到猫室 来到猫室之后 快速地检查 双手分开与外肩宽 吸气的时候 把你的肚脐向下 拉胸口提 向下巴 呼气 呼气尾骨 都向肚脐推 肚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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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腔向上 再来 吸气肩膀拉到耳朵的后面 进入漂亮的后弯 呼气肚脐肋 肚脐推 一向天花板 肩膀向下沉 最后一次 一个吸气 呼气来到猫拱背 下一个吸气 脊柱延展 呼气推到下犬 脚掌根筋向下扎 跟十个脚趾去放松 双脚平行向前 下一个吸气 脚蹬地板重心向前 来到板 收推 踢地板肩甲中间向上拎高 一个吸气重心向前 保持身体平板状 呼气慢慢地趴到垫子上 额头点地 双腿向后去延展 一个吸气上半身起来 一半眼睛舌 呼气把肚脐再贴 向后背核心收紧 一个呼气慢慢地趴回到垫子上 脚踩地推回到下犬 关注点来到大臂和耳朵之间的空间上 不要压肩膀肩甲骨中间向上拎高 下一个吸气 抬头右脚向前 手掌的内侧 后面的膝盖触地 然后把脚背放在垫子上 双手推 膝盖吸气身体起来 呼气从两侧腰开始到肚脐 肚脐伸线往里 一个吸气 呼气后面的膝盖 再离开地板 吸气脊柱延展向上 呼气放回到垫子上 双手手撑地 一个吸气 提右腿向后向上 单腿的下犬 呼气右脚向前 再一次手掌的内侧 后面的膝盖触地 吸气前腿伸直勾脚 呼气延展向下 吸气吸到后背 呼气重心向前走 右脚向后来到板式 吸气向前 呼气慢慢地再次趴到垫子上 脚背的力量向下压 吸气上半身起来 一半眼睛舌 呼气双手离地一公分 肩胛骨继续往中间去收紧 一个吸气手肘带着你的手臂 来到身体的两侧 呼气双手背后交扣 吸气双手拉着你的肩膀 沉向脚后跟的方向 吐气双腿离开地板 一个吸气找到双腿的延长感 呼气趴回到垫子上 手撑地回到下犬 下一个吸气左脚一步向前 后面的膝盖脚背处地 吸气手推膝盖身体起来 吐气核心收紧 然后把后面的膝盖离开垫子 一个吸气想着脊柱眼展向上 呼气手撑地 吸气提左腿向后向上 呼气左脚向前 后面的膝盖处地 吸气左腿伸直 呼气眼展向下 右脚的脚掌踩地板 感觉你的胸口往前去延展 吸气抬头 呼气手撑地 左脚向后摆湿 吸气重心向前 呼气 吸气脚背推着胸口提向下巴 呼气 再关注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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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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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学员也会爱上这样的练习 为你自己的课堂增加新的活力 还有力量 练习就是不断的重复 在这个重复的过程当中 又会激发到我们的灵感 还有收获 而且慢慢的你会发现 这些体式会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 在以后的练习中 你不用刻意的去想这些体式 不用刻意的去记这些体式 你的身体会自然而然的知道 怎样去做 所以在整个流动过程当中 你的所有关注力 更容易停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次课程当中 最大的魅力之一 如果你的精神层面 还有身体层面 都想得到高效的练习的话 那么我相信 能量顺位流这个课程的存在 就是为了你 嗨 我是小韩 欢迎来到今天刘宇佳的练习 在今天的练习过程当中 你把专注力来到能量的延展上 就是在启动肌肉能量之后 再找到你的骨头 要延展出去的感觉 准备好之后 我们来到电子上 开始今天的练习 回来之后 我们躺在电子上 让你的双脚分开与电子同宽 膝盖放在一起 然后身体向后躺 躺在电子上 躺下来之后 双手来到身体的两侧 掌心朝上 一个吸气注意力回收 吐气的时候 闭上眼睛 然后在这里观察自己的呼吸 观察你的身体 每次吸气吸到后背 让后背的肋骨去推 每次吐气从两侧腰开始到肚脐 带着你的肚脐 好像要贴到电子上 随着你的下一个吸气 睁开眼睛 呼气的时候 骨盆不动 上半身向右侧走 向右侧走 所以你的脊柱 现在做了一个侧弯 左手放在左边的肋骨上 吸气感觉肋骨推着 左手往旁边去打开 吐气再把它收回来 再来一次 吸气感觉身体由内往外去延展扩张 呼气再收回来 保持肩膀的安静 吸气往左侧打开 吐气收回来 下一个吸气回到中立位 呼气往对侧 这次把你的右手 放在右侧的肋骨上 吸气让气息带动你的肋骨 往旁边打开 吐气又收回来 随着自己的呼吸 再去做两次 两次之后 睁开眼睛 让上半身回到垫子的中间 然后右腿在上 左腿在下 把双腿缠绕在一起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鸟望手 吸气手脚往前 后去延展打开 吐气核心收紧 手肘碰膝盖 再来吸气脚点地 吐气 吐 肚子收紧 吸气延展 吐气收回来 下腰段放在垫子上 吐气拉起来 再来两次 吐 最后一次 停住 肚子再一次去收紧 吸气吸到后背 呼气放回到垫子上 然后换 左腿在上 右手在上 跟刚才一样 找到夹向中线的力量 吸气脚点地 吐气肚子收 吸气点地 吐气脖子去放松 吸气点地 吐气 再来三次 还有两次 最后一次 停住停住 肋骨再贴向后背 一个吸气吸到后背 呼气 放回到垫子上 松开手脚 然后我们卷起来 双腿向后 踮脚来到猫室 来到猫室之后 快速地检查 双手分开与外肩宽 吸气的时候 把你的肚脐向下 拉胸口提 向下巴 呼气 尾骨 都向肚脐 推 肚脐 推 肋骨 推 胸腔向上 再来 吸气 肩膀 拉到耳朵的后面 进入漂亮的后弯 呼气肚脐肋骨 拖一向天花板 肩膀向下沉 最后一次 一个吸气 呼气来到猫拱背 下一个吸气 脊柱延展 呼气 推到下犬 脚掌根筋向下扎 跟十个脚趾去放松 双脚平行向前 下一个吸气 脚蹬地板重心向前 来到板 收推 踢地板肩甲中间向上拎高 一个吸气 重心向前 保持身体平板状 呼气 慢慢地趴到垫子上 额头点地 双腿向后去延展 一个吸气 上半身起来 一半眼睛舌 呼气 把肚脐再贴 向后背 核心收紧 一个呼气 慢慢地趴回到垫子上 脚踩地 推 回到下犬 关注点来到 大臂和耳朵之间的空间上 不要压肩膀肩甲骨中间向上拎高 下一个吸气 抬头 右脚向前 手掌的内侧 后面的膝盖触地 然后把脚背放在垫子上 双手推 膝盖 吸气 身体起来 呼气 从两侧腰开始到肚脐 肚脐伸线往里 一个吸气 呼气 后面的膝盖 离开地板 吸气 吸气 脊柱延展向上 呼气 放回到垫子上 双手 手 撑地 一个吸气 提右腿向后 向上 单腿的下犬 呼气 右脚向前 再一次手掌的内侧 后面的膝盖出地 吸气 前腿 伸直 勾脚 呼气 延展向下 吸气 吸到后背 呼气 重心 向前走 右脚向后来到板式 吸气 向前 呼气 慢慢地 再一次趴到垫子上 脚背的力量向下压 吸气 上半身起来 一半眼睛蛇 呼气 双手 离地一公分 肩胛骨 继续往中间去收紧 一个吸气 手肘 带着你的手臂 来到身体的两侧 呼气 双手 背后交扣 吸气 双手 拉着你的肩膀 沉向脚后跟的方向 吐气 双腿离开地板 一个吸气 找到双腿的延长感 呼气 趴回到垫子上 手撑地 回到下犬 下一个吸气 左脚一步向前 后面的膝盖脚背出地 吸气 手推 膝盖身体起来 吐气 核心收紧 然后把后面的膝盖离开垫子 一个吸气 想着脊柱延展向上 呼气 手撑地 吸气 提左腿向后向上 呼气 左脚向前 后面的膝盖出地 吸气 左腿伸直 呼气 延展向下 右脚的脚掌踩地板 感觉你的胸口 往前去延展 吸气 抬头 呼气 手撑地 左脚向后摆湿 吸气 重心向前 呼气 插度软嘎 吸气 脚背 推着胸口 提向下巴 呼气 拭尬软 屏流出地 尽通宝 颈腿 打阻 输 氏 吊 转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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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关于这次的课程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编排的灵活性 在遵从数位原则的基础上 再加上好听的音乐 每一次的练习都变成了一种享受 而且能量爆棚 这次的系列课程由六个六十分钟的练习组成 每个课程都是不同的编排 每个课程都有自己的高峰体式 在柔韧还有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前提下 又建立了我们身体的稳定性 这次的课程你用作自我的日常练习它非常的好 它可以提升你整体的运动表现 如果你是瑜伽老师的话 把它带给你的学员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以帮助你省去编排的烦恼 而且我相信你的学员也会爱上这样的练习 为你自己的课堂增加新的活力还有力量 练习就是不断的重复 在这个重复的过程当中 又会激发到我们的灵感还有收获 而且慢慢的你会发现 这些体式会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 在以后的练习中 你不用刻意的去想这些体式 不用刻意的去记这些体式 你的身体会自然而然的知道怎样去做 所以在整个流动过程当中 你的所有关注力更容易停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次课程当中最大的魅力之一 如果你的精神层面还有身体层面 都想得到高效的练习的话 那么我相信能量顺位流这个课程的存在 就是为了你 嗨 我是小韩 欢迎来到今天刘宇佳的练习 在今天的练习过程当中 你把专注力来到能量的延展上 就是在启动肌肉能量之后 再找到你的骨头要延展出去的感觉 准备好之后 我们来到电子上开始今天的练习 回来之后我们躺在电子上 让你的双脚分开与电子同宽 膝盖放在一起 然后身体向后躺躺在电子上 躺下来之后 双手来到身体的两侧 掌心朝上 一个吸气注意力回收 吐气的时候闭上眼睛 然后在这里观察自己的呼吸 观察你的身体 每次吸气吸到后背 让后背的肋骨去推地板 每次吐气从两侧腰开始到肚脐 带着你的肚脐 好像要贴到电子上 随着你的下一个吸气睁开眼睛 呼气的时候骨盆不动 上半身向右侧走 向右侧走 所以你的脊柱现在做了一个侧弯 左手放在左边的肋骨上 吸气感觉肋骨推着左手往旁边去打开 吐气再把它收回来 再来一次 吸气感觉身体由内往外去延展扩张 呼气再收回来 保持肩膀的安静 吸气往左侧打开 吐气收回来 下一个吸气回到中立位 呼气往对侧 这次把你的右手放在右侧的肋骨上 吸气让气息带动你的肋骨往旁边打开 吐气又收回来 随着自己的呼吸再去做两次 两次之后 睁开眼睛 让上半身回到垫子的中间 然后右肋骨的肋骨上 然后右腿在上 左腿在下 把双腿缠绕在一起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鸟望手 吸气手脚往前 后去延展打开 吐气核心收紧 手肘碰膝盖 再来吸气脚点地 吐气 肚子收紧 吸气延展 吐气收回来 下腰段放在垫子上 吐气拉起来 再来两次 最后一次 停住 肚子再一次去收紧 吸气吸到后背 呼气放回到垫子上 然后换 左腿在上 右手在上 跟刚才一样 找到夹向中线的力量 吸气脚点地 吐气肚子收 吸气点地 吐气脖子去放松 吸气点地 吐气 再来三次 还有两次 最后一次 停住停住 肋骨再贴向后背 一个吸气吸到后背 呼气 放回到垫子上 松开手脚 然后我们卷起来 双腿向后 踮脚来到猫室 来到猫室之后 快速地检查 双手分开与外肩宽 吸气的时候 把你的肚脐向下 拉胸口提 向下巴 呼气 尾骨都向肚脐 推 肚脐 推 肋骨 推 胸腔向上 再来 吸气 肩膀拉到耳朵的后面 进入漂亮的后弯 呼气肚脐肋骨 拖一向天花板 肩膀向下沉 最后一次 一个吸气 呼气来到猫拱背 下一个吸气 脊柱延展 呼气 推到下犬 脚掌根筋向下扎 跟十个脚趾去放松 双脚平行向前 下一个吸气 脚蹬地板重心向前 来到板 收推 踢地板肩甲中间向上拎高 一个吸气 重心向前 保持身体平板状 呼气 慢慢地趴到垫子上 额头点地 双腿向后去延展 一个吸气 上半身起来 一半眼睛舌 呼气 把肚脐再贴 向后背 核心收紧 一个呼气 慢慢地趴回到垫子上 脚踩地 推 回到下犬 关注点来到 大臂和耳朵之间的空间上 不要压肩膀肩甲骨中间向上拎高 下一个吸气 抬头 右脚向前 手掌的内侧 后面的膝盖触地 然后把脚背放在垫子上 双手推 膝盖 吸气 身体起来 呼气 从两侧腰开始到肚脐 肚脐伸线往里 一个吸气 呼气 后面的膝盖 离开地板 吸气 吸气 脊柱延展向上 呼气 放回到垫子上 双手手撑地 一个吸气 提右腿向后 向上 单腿的下犬 呼气 右脚向前 再一次手掌的内侧 后面的膝盖出地 吸气 前腿伸直勾脚 呼气 延展向下 吸气 吸到后背 呼气 重心向前走 右脚向后来到板式 吸气 向前 呼气 慢慢地 再一次趴到垫子上 脚背的力量向下压 吸气 上半身起来 一半眼睛蛇 呼气 双手离地一公分 肩胛骨 继续往中间去收紧 一个吸气 手肘 带着你的手臂 来到身体的两侧 呼气 双手背后交扣 吸气 双手 拉着你的肩膀 沉向脚后跟的方向 吐气 双腿离开地板 一个吸气 找到双腿的延长感 呼气 趴回到垫子上 手撑地 回到下犬 下一个吸气 左脚一步向前 后面的膝盖脚背出地 吸气 手推膝盖身体起来 吐气 核心收紧 然后把后面的膝盖离开垫子 一个吸气 想着脊柱延展向上 呼气 手撑地 吸气 提左腿向后向上 呼气 左脚向前 后面的膝盖出地 吸气 左腿伸直 呼气 延展向下 右脚的脚掌踩地板 感觉你的胸口 往前去延展 吸气 抬头呼气 手撑地 左脚向后摆湿 吸气 重心向前 呼气 插头软嘎 吸气 脚背 推着胸口 提向下巴 呼气 指插头软 内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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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小韩 欢迎来到能量顺味流 这次的课程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课程 所以我特别开心能把它分享给你 每次练习完之后 我的感受就是练得特别的舒服 而且浑身通透 关于这次的课程 我很喜欢的一点 就是编排的灵活性 在遵从顺位原则的基础上 再加上好听的音乐 每一次的练习都变成了一种享受 而且能量爆棚 这次的系列课程由6个60分钟的练习组成 每个课程都是不同的编排 每个课程都有自己的高峰体式 在柔韧还有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前提下 又建立了我们身体的稳定性 这次的课程你用作自我的日常练习 它非常的好 它可以提升你整体的运动表现 如果你是瑜伽老师的话 把它带给你的学员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以帮助你省去编排的烦恼 而且我相信你的学员也会爱上这样的练习 为你自己的课堂增加新的活力还有力量 练习就是不断的重复 在这个重复的过程当中 又会激发到我们的灵感还有收获 而且慢慢的你会发现 这些体式会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 在以后的练习中 你不用刻意的去想这些体式 不用刻意的去记这些体式 你的身体会自然而然的知道怎样去做 所以在整个流动过程当中 你的所有关注力 更容易停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次课程当中最大的魅力之一 如果你的精神层面还有身体层面 都想得到高效的练习的话 那么我相信能量顺位流这个课程的存在 就是为了你 嗨 我是小韩 欢迎来到今天刘宇佳的练习 在今天的练习过程当中 你把专注力来到能量的延展上 就是在启动肌肉能量之后 再找到你的骨头要延展出去的感觉 准备好之后我们来到垫子上 开始今天的练习 回来之后我们躺在垫子上 让你的双脚分开与垫子同宽 膝盖放在一起 然后身体向后躺躺在垫子上 躺下来之后 双手来到身体的两侧 掌心朝上 一个吸气注意力回收 吐气的时候闭上眼睛 然后在这里观察自己的呼吸 观察你的身体 每次吸气吸到后背 让后背的肋骨去推地板 每次吐气从两侧腰开始到肚脐 带着你的肚脐 好像要贴到垫子上 随着你的下一个吸气睁开眼睛 呼气的时候骨盆不动 上半身向右侧走 向右侧走 所以你的脊柱现在做了一个侧弯 左手放在左边的肋骨上 吸气感觉肋骨推着左手往旁边去打开 吐气再把它收回来 再来一次 吸气感觉身体由内往外去延展扩张 呼气再收回来 保持肩膀的安静 吸气往左侧打开 吐气收回来 下一个吸气回到中立位 呼气往对侧 这次把你的右手放在右侧的肋骨上 吸气让气息带动你的肋骨往旁边打开 吐气又收回来 随着自己的呼吸再去做两次 两次之后睁开眼睛 让上半身回到垫子的中间 然后右腿在上 左腿在下 把双腿缠绕在一起 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鸟望手 吸气手脚往前后去延展打开 吐气核心收紧 手肘碰膝盖 再来吸气脚点地 吐气 肚子收紧吸气延展 吐气收回来 下腰段放在垫子上 吐气拉起来 再来两次 最后一次停住 肚子肚子再一次去收紧 肚子再一次去收紧 吸气吸到后背 呼气放回到垫子上 然后换 左腿在上 右手在上 跟刚才一样 找到夹向中间的力量 吸气脚点地 吐气肚子收 吸气点地 吐气脖子去放松 吸气点地 吐气 再来三次 还有两次 最后一次 停住停住 肚子再贴向后背 一个吸气吸到后背 呼气 吐气 放回到垫子上 松开手脚 然后我们卷起来 双腿向后 踮脚来到猫室 来到猫室之后 快速地检查 双手分开与外肩宽 吸气的时候 把你的肚脐向下 拉胸口提 向下巴 呼气 尾骨都向肚脐推 肚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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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腔向上 再来 吸气肩膀拉到耳朵的后面 进入漂亮的后弯 呼气肚脐肋肋 肚脐推 向天花板 肩膀向下沉 最后一次 一个吸气 呼气来到猫宫背 下一个吸气 脊柱延展 呼气 推到下 拳 脚掌根筋向下扎 跟十个脚趾去放松 双脚平行向前 下一个吸气 脚蹬地板重心向前 来到板 手推 地板肩甲中间 向上拎高 一个吸气 重心向前 保持身体平板 撞呼气 慢慢地 趴到垫子上 额头点地 双腿向后 去延展 一个吸气 上半身 起来一半 眼睛舌 呼气 把肚脐 再贴向后背 核心收紧 一个呼气 慢慢地 趴回到垫子上 脚踩地 推 回到下犬 关注点来到大臂 和耳朵之间的空间上 不要压肩膀 肩甲骨中间 向上拎高 下一个吸气 抬头 右脚向前 手掌的内侧 后面的膝盖触地 然后把脚背 放在垫子上 双手推 膝盖 吸气 身体起来 呼气 从两侧腰开始 到肚脐 肚脐伸线往里 一个吸气 呼气 后面的膝盖离开地板 吸气 脊柱延展向上 呼气 放回到垫子上 双手手撑地 一个吸气 提右腿向后 向上 单腿的下犬 呼气 右脚向前 再一次手掌的内侧 后面的膝盖触地 吸气 前腿伸直勾脚 呼气 延展向下 吸气 吸到后背 呼气 重心向前走 右脚向后来到板式 吸气向前 呼气 慢慢地 再次趴到垫子上 脚背的力量向下压 吸气 上半身起来 一半眼睛舌 呼气 双手离地 一公分 肩胛骨继续往中间去收紧 一个吸气 手肘带着你的手臂来到身体的两侧 呼气 双手背后交扣 吸气 双手拉着你的肩膀 沉向脚后跟的方向 吐气 双腿离开地板 一个吸气 找到双腿的延长感 呼气 爬回到垫子上 手称地 回到下犬 下一个吸气 左脚一步向前 后面的膝盖脚背触地 吸气 手推膝盖身体起来 吐气 核心收紧 然后把后面的膝盖离开垫子 一个吸气 想着脊柱眼 站向上 呼气 手称地 吸气 提左腿向后向上 呼气 左脚向前 后面的膝盖出地 吸气 左腿伸直 呼气 延展向下 右脚的脚掌踩地板 感觉你的胸口往前去延展 吸气 抬头 呼气 手撑地 左脚向后摆湿 吸气 重心向前 呼气 双头软嘎 吸气 脚背推着胸口提向下巴 呼气 道德 诶 道德 诶 道德 道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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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